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样是不是中午得请大伙吃一栋大的呀 当然请啊 算好了 我都定位了啊 来 娄晓那家交给你了啊 快去 快去 还是哪家啊 不用谢啊 姚璐 谢谢 这杯是你们 谢谢 谢谢 来 如雪 这个单子魏总跟了很久都不行 可以啊 让你给钱带来了 好好工作吧 来 过去了 那还得辛苦你一下 对 改漏洞的事情 你再去乐持一下 再敲一下技术部门 来 辛苦你了 再见 怎么了 方总来过了吗 来过了 单子签了 得知呢 你看一下 我辛辛苦苦谈下来的单子 为什么要给米雪 你先别着急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今天早上米雪来找我 她提出要离职 米雪在我们公司干了这么多年 客观地讲 她确实是我们部门 不可或缺的得力干将 你知道的 去年我们部门三分之一的业绩 都是她一个人获得的 她用离职来要挟我 如果我不答应她的条件 她就要跳槽 现在正是我跟冯凯 竞争VP的关键时候 她就是吃准了我这个软肋 她其实想升职 我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只是差了一点业绩 所以 你就拿我拼了蜜换来的单子 跟她做了个交易 我也是卑鄙无奈 我知道这么做对你很不公平 可否许你了 委屈你了 在你心里 我真的就这么不重要吗 就是因为你在我心里很重要 我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你雪是什么人啊 吃里扒外 趁火打劫 这样的人就算能力再强 她也成为不了我的心腹 而你不同 你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 我们共同分享荣耀 也一起承受失落 我知道 在我最难的时候 你一定会为了我奋不顾身 就算暂时受点小委屈 你也不会真的记恨我的 因为你知道 你这么做 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这次签单的功劳 虽然归了你去 你的升职报告 我已经拟好了 好 我还能再相信你一次吗 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了 今天晚上老地方 我定了两个位置 算是我给你附近请罪 今天我没心情 改天吧 改天吧 这你们部门人都在 楼下泰国餐厅聚餐呢 你就一个人吃这个 你不说我也知道 方总那单 就输你功劳最大 你想想啊 咱们的业务里 哪块肉多 谁不知道 都盯着呢 就是你运气差了的 正好赶上明雪 向卫明人逼宫 顺道结了你的财 你这辛苦一场 倒成了别人中饱私囊的 牺牲品哪 冯总 这种道听途说的事情 其实没有必要当真 况且卫总做事情 自然有他的利弊权狠 对吧 那是当然了 卫明做事 肯定有自己的考虑 是米雪也好 你江西也罢 对他都不重要 这事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想想 谁是最终的既得利益者 就什么都明白了 好 谢谢啊 这是你昨晚拉在我车上的鞋 正好东西给你 你看我出丑 心里是不是很过瘾呀 是挺过瘾的 但是不太超值 就为了看你笑话 我深夜痛打色了 还得护送醉汉回家 代价未免太高了点 昨天 我把这么说还是要谢谢你 真想谢谢我的话 不如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那你可真是想多了 早晚你会回心转意的 你哪儿来的自信 认定我会回心转意 因为我们俩是一路人 谁跟你是一路人啊 别在这儿掏近乎了 你是温室里的花朵 坐享其成高高在上 我可考办不起 别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 也别以为我已经在岸上 其实我跟你一样 都在海里 这些年的生活让我发现 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能寄希望于他人的施舍 一定要靠自己 放心吧 我不会活成第二个年 但愿如此 咱们俩就算不是朋友 也未必是敌人 而且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只要是一路人 殊途同归 肯定会遇见的 肯定会遇见的 谁跟你叔叔途同归 本人 老婆你赶紧给我送件衬衫过来 我袖口上弄上咖啡了 我马上就要登台讲话了 会议地址我发你手机上了啊 你抓紧时间 离我上来还有半小时 你坐了 我去乖 你去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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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乖 我去乖 你去乖 我去乖 你去乖 你知道吗 鼎辉刚刚容安毕轮 盘石领头 听说就是顾许立剑的 博士博期间连续三次创业 三十四岁就把公司做成独教授 可不是吗 抢挑大赛现在开始 自己设计程序抢火车票 咱们教授这次决赛的题目 出的挺实用的了 你才是能抢的 惯例来说那肯定是磷霜了 但是不许超常发挥 那也不是没有可能吗 超常发挥 怎么超常发挥要那么好用呢 你能连个决赛资格都没混上吗 不许超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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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太稳定了啊 又是第二名 本来我们男同胞 还指着你给我们争光多彩呢 行行行 你们都没戏了 赶快给林霜鼓掌吧 鼓掌吧 鼓掌吧 我这个奖项只是一个开始 期望未来的我可以用技术改造世界 让梦想照进现实 林书 不许 不许 还真的是你啊 好久不见了 是啊 好久不见 你也是来参加论坛的 我家转转 你是代表哪家公司 我是来给我老公送衣服的 我现在是全联手服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已经不工作了是吗 顾许 还真是你啊 你好你好 诺信的张启德 杨诚如 大成的程序员 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您在江大的学弟啊 我听说您当年可是以咱们 技科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被保送到普林斯顿的 好 那你这小道消息可能不太准确 当年我在江大的时候 几乎没有拿过第一 我们的专业课第一 是另有其人的 谢谢啊 回见啊 喂 老婆你到哪儿了 我在学习室 我在晚口了 小江下班了 陈阿姨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弟弟打电话 讲热水器坏了 所以我就找个人来修修啊 那江海呢 他嘛 嫌弃没有热水 到弄堂口的公公浴室去了 这臭小子 这么不懂事儿 陈阿姨我回来了 我盯着就行 你回来的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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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季度的房租要交了 这不是还没有到时间呢吗 是这样的啊 从这个月开始呢 以后每个月我要涨一千块钱 涨一千块 陈阿姨 我们合同里可是写好的啊 每个月四千五 合同两年一千 你这怎么说涨就涨啊 你倒是去外面打听一下嘛 现在这个地段 像我这样的一室一厅 都要八千块了好吧 我今天一回来 那个房产中间一看到我 花了一下子全涌上来 都问我要这个房源 真的很抢手 你看你这 哪是正经的一室一厅啊 而且当初我租房子的时候 您不是跟我说 天气好的时候 站在阳台外面 还能看见电视塔吗 然后你看看 那二十年前 天气好的时候 我是看得到的呀 我哪知道他们后面 乱七八糟 盖了这么多高楼啊 再说了 当时我租给你房子的时候 我也是看到你 文文静静的一个小姑娘 才便宜租给你的 哪知道后面 你又带了个你弟弟回来 你看看 弄得乌烟瘴气的 我请人要修这个修那个 不要花钱吗 不是 我 我的意思就是 咱们得按合同办事 你要讲按合同办事 那好啊 你程阿姨 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你要是觉得价格贵 不想租 那我们现在 就解除合约好了 我赔你一个月租金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程阿姨 阿姨 这正经期修不好了 内胆坏了 要去厂里换一个 我先走了啊 这么麻烦 辛苦你来 小师傅 你好好想想 反正你要是不租的话 我修这热水器也是不急的 我走了 不是 那个 程阿姨 房子可以不租 但是水费电费 还是要交的啊 來尽量 你是怎么了 你回 potato 我只是行是 blank 还有没有 你很心情 事嘛 就是ori 乘客人 untuk 我 陈阿姨 是我 我想好了 五千五 就五千五 谢谢啊 二零一八年 获得校友基金会职业成就减 福布斯十大青年排名第一 您好 是伟后6689去安会大厦啊 是 待会儿停到大厦南门就可以了 好 您是怎么开车的呀 林双师傅 不好意思啊 那个才坐刹车了 就你们这技术 还俩上路啊 就是心血来潮 偶尔拉一单 这样路上还能找个人聊聊天 更好的实现节能减排吗 你这节能减排落实的 差点就把我们俩给疗伤天了 不至于啊 我技术好着呢 尤其你上网站上看看乘客给我的好评 驾驶平稳这一项 点赞人数最多 偶尔拉一单 就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了 反正就是个副业 一会儿打发一下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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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你的主业吧 那些资料啊 好像是上一个乘客 辣椒的吧 这几年深度学习技术快速更迭 与其看这个 不如多翻翻 纸纸的衣服 看看项目 悄悄代码 看这个 只能是用来浪费时间 红灯 我把纸纸的衣服听到 你不会耽涉了 你让我也要 我的服务 你很漂亮 你可能还得稍微别面 你再坐这儿 那你别挡到四季 开会吧 公司根据个人的表现和能力插卷 制定了人事变动名单 那现在由我来公布一下人事的调整 明雪 由于认真负责 业绩突出 广受客户好评 升任本部门经理 恭喜 好 好 好 恭喜 恭喜 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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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江喜 调整到战略创新部 升任主管 也恭喜你 恭喜啊 江主管 我想问一下 我为什么被调走 这是公司的安排 理由是什么 公司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按照九宫阁的匿名绩效考评 给你们每一个人的打算 这次人事部的调整 下周一声笑 散会 好 好 我等你解释 就你厉害 是浪费时间 喂喂喂 你点儿都没错 你看看不见 看看不见 喂 湘姐 我看新上的阿冠点二水池道 听天特别好看 六点半有一场 一会儿就看啊 一起去 六点半 我来方舟这么久 从来没有那么早下过班 咱这部门啊 是出了名的养老在外 你看领导 倒的了全都走了 你自己在这儿加班 有啥意义啊 我再想想看 看看有没有别的业务 可以拓展一下 你这下机什么劲啊 你比得上 咱们公司业关系部门 人家呢 都是有老爸 有老公罩着的 这个部门不愿意待了 人家换部门 那是为了换新鲜 哪像咱们呢 名义上带我来吧 是为了战略创新部的人才主备 实际上啊 就是有一点点的风水草动 第一个等着海盗的人 阿凡达 她们 你看我吗 没有啊 我们可以一起啊 我可以一起去看 六个半 那定了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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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喂 你好 您是订的两点四十的 是封车吧 对 我现在在新世界百货这里 您是陆南还是 那个地方我知道的 好的 好的 喂 徐老师 狗狗吐了 对啊 没有是什么 严重吗 那个 徐老师您稍等一下啊 你没事吧 大伯 大伯 你没事吧 大伯 大伯 没事吧 能起来不 你看看 你能起来吗 我能 我能 我 躺下来 躺下 你看看他 你看看他 喂 徐老师 你什么时候来解小苹果呀 对 我这边有点急事 你稍微帮我照看一下啊 你撞人了 我告诉你不能走啊你 没说要走啊 大伯 刚才我速度非常慢 可能也就是十几脉吧 而且我应该没撞到您 我撞到您 我应该有感觉的 对吧 小姑娘 你讲话忒良心啊 你一开这车 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 我都看见你了 你开车的时候打电话了 喂 姐妹 不好意思啊 我这边有点事过不去了 这样吧 我把订单给您取消吧 什么 钱 钱我钱 会自动退回去的好吧 抱歉啊 抱歉 那这样吧 您要有事情啊 那 您就 套钱 照片 赔钱 一万块 多少 一万 一万块钱 怎么了 我讲给你听啊 网号X网要拍吧 CD要做吧 可自公正 老店不算了 好 好 万一我这个 大伯 大伯 我还要打高吧 我现在确定 我刚才没有撞到你 还有服务器的恢复营养 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一万块钱都不够的 我我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你 之后我带他去派出所 还不行吗 不行的 我现在有点 不行啊 不行啊 喂 你能受勇气 对啊 你说你就这样吧 有勇气 发烧了 还挺不认识的 你不能走啊 不要不相信我呀 那要以为你这样吧 你别拍我 你先掏一点钱 一伙到医院看了 钱不够 大伯 他没工夫 我是他朋友 我带你去医院 你是哪根葱啊 大伯 前面呀 就有一个江州市 最好的私立医院 两万八的全身体检 咱们来一套 贵是贵了一点嘛 但是您伤得这么重 咱们还是要好好 检查一下的呀 你说得倒容易啊 你让我把他放了 万一到半路上 到医院 你跑掉了 我找谁去啊 大伯 您放心啊 您要是真受伤 这么严重的话 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但是如果 您要是没病装病 想要让我们赔偿 那您这就算敲诈 勒索 那咱们可是要去派出所 找警察同志 好好聊一聊的呀 另外啊 这个检查费 两万八 还有我的这个务工费 对 大伯 您还是要负一下的 小姑娘 您也太狠了吧 你要是说我要强要得多 你可以还价吗 我 我给你打个折 大伯 那我打电话了 不不不 等等 等等 我 我现在感觉好一点了 不是那么太疼 我试试看 你怎么打了 慢点 慢点 小心一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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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你别闯了 大伯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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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车牌我记住了 回头我找你报线啊 不是 大伯 大伯 你转着台啊 你跟他走啊 你怎么走啊 我打得清楚了 这个大伯好像有点问题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我才反应过来 小姑娘 实在对不起啊 我们刚才误会你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大家都算了吧 好吧 都算了吧 都算了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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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啊 那个 其实我知道他是碰瓷的 他就是看准了 像你这样的人 不会跟他纠缠 我们方舟好几个同事 都被他讹了 这个时间 你怎么有工夫 在这儿潜逛啊 我 嫌等外卖的时间太长了 像我现在这样的边缘员工 出来冒充一下外卖小哥 顺便 路见不平 谢就不必了 赶紧回去看看孩子吧 nenangen 还是我儿子能干哪 走 家里盖房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我就放心了 行 妈 看我姐回来了 妈 希儿 你要是像你弟弟这么懂事就好了 妈 我最近手头紧 花钱的地方也多 实在是挪不出来钱 但之前 哪一次你管我要钱我没给啊 不是我说啊 你弟弟就是懂事 还大方 两万五 你弟弟刚发的工资就转给我 哪像你呀 天天就知道自己在外边浪 不顾家里头 我怎么就不管家里头了呀 妈 你这 说话真的是挺伤人的 咱们家那车 洗衣机 彩电 冰箱 哪个不是我买的呀 我养着一大家子人 我也不容易的呀 欧阳 你有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啊 你天天就知道让我受气 像个恶人一样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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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 姐姐平常真的为家里 出很多力道 你不能这么说啊 我辛辛苦苦把她养大了 家里有点困难 你拿点钱出来不是应该的吗 是 妈 你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吧 我 有 定儿 他 他 江海 江海 你过来 我 你过来 再来坐 我问你啊 你那两万五哪儿来的 那就是 那 你 你 你今天给我那个 说交血电费和夏季度 房租那钱的 哦 那我想问问你啊 那房租 水电 怎么卖呀 我这儿是听你前两天不是说那个 签了个大单要发财的吗 妈妈那边催泪又急 所以我就把这个钱给我挪用 给你 谁让你挪用的 是 你挪用之前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一声呢 我问你怎么办 你让我跟你拿着行李箱 我们俩出去睡大马路吗 不是 姐 这个 至于吗 我们 你那大单黄了 奖金没到手吗 一分钱都没到手 他什么都没给吗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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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完了 完了 姐 不是 姐 我真的我 不是 你这你不能怪我 我真不知道 我那天听你 那天晚上你在那 蹦蹦跳跳那么开心 我真以为你挣到钱了 所以我才把钱挪用一下 我真没有想到 我 我 我给妈妈打个电话 我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啊 江涵 你就是个神恨你 对不起啊 不接呀 这个 我 喂 我要见你 我以为你不打算见我了 你不是很忙吗 调动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 这件事情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这是人事部门做的决定 我为了这件事情已经尽我所能 再说了 我已经按照之前我对你的承诺 给你升职了呀 你明明知道我一直想要的 都是推广部主管的位置 那个什么 战略创新部就是个虚职 那个部门所有的人都仍仍自问 是啊 我的工资是涨了 可是我的奖金没有了呀 我的总收入不增反减 没有 那个米选 阴阳怪气地跟我说什么 问我是不是要离职 这跟离职有什么区别呀 现在离职的人是乔理 我私下告诉你 人事部已经约他谈了 按理说 他的资历可比你老 淘汰的名额只有一个 为什么是他不是你 九宫阁的考核 你的成绩是不理想 小熊单车对你的投诉 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你在人事部门是有案底的 再加上你平时做事太高调了 那同事之间的关系 你心里比我清楚 我不清楚 就这样 我已经跟你生死了 你之前不总跟我抱怨吗 你之前不总跟我抱怨吗 说你没有时间想逛街 想休息 那你现在有大把的时间 休息一下 看看书 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吗 可是我 我就是想回程的你不 接单 加薪 奖金 它也能代表一种价值 这个对我来说 真的挺终于老大 那你就得好好干啊 那换个部门 我们俩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说到底 你还是在我手底下工作的 你就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吗 就想在你身边 好好跟着你学习 放心吧 以后 我肯定会为了你更加来不出道 那你得好好表现 李总 赶紧的 都给你了 快去 快去 好好努力 我一节目的 我一节目的 陈风 打开 恐怕 再也不愧 我一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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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 我们一节目的 我一节目的 聽眼淚拋響的訴說 我選擇是一種錯 無力的承擔 方向感混亂 誰懂我 我在決心之後 能怎麼辦 時間無法重來 填滿遺憾 一個人的夜晚 只剩孤獨敢作伴 世界冷眼旁觀 外面再多喧囂 與我無關 夢碎了要怎麼拼頭才圓滿 脆弱渴望被看見多少 借你一雙眼 什麼山茶花呀 外面再多喧囂 你呀 與我無關 就是一朵蘿蔔花 夢碎了要怎麼拼頭才圓滿 脆弱渴望被看見多少 借你一雙眼 雙眼 易子襲 跟大家 全身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